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能不能在现实中收获一点点爱情的好运呢 这件紫色麻花毛衣真的被深深地种草 大家也可以像剧中一样 把衬衫翻在毛衣外头来穿 马上大结局了 大家是支持男一还是男二呢 赶快把你们的pick打在公屏上好吧 我就不一样了 我两个都想要 看到现在我相信肯定有人要说 这么冷到底冬天又怎么穿出去啊 其实没事你在外头套一个大衣就好了 然后剧中女主也很爱背这种棕色的鞋胯包 整个看着就是非常的韩国学院风 下一身就是和我超级爱的校伴男儿 爱情开始地方的穿搭了 戴上一个韩国高中感十足的领结 就装装嫩啊 坐坐一下啊 摆摆pose啊 然后穿上一双万年小白鞋 真的青春满满 好了 我现在要去和 Okey Dokey Yo谈恋爱了 拜拜 过几天天气暖和的话 直接穿这样一个米色毛一开衫 就很轻松的出门了 再背上一个心爱的小书包 好像还差了点什么 Yes 就是我男二的头盔了 完成这一身穿搭 还有我们的老规矩 大家还是可以把你们对这套穿搭的评分 打在公屏上 满分十分 让我看看你们最爱哪一套吧 下一身就是女主一个人超级居家 休闲舒适时候的穿搭了 就是简单的条纹衫 配上奶油色的大帽衫 整个就是松松垮垮的宅家style 外套的部分 我选择了和帽衫同色系的格子短大衣 非常的保暖 然后也还挺有层次感的 这一身真的非常适合日常穿出门去了 接下来一身就是又融合了温柔学姐感 又十分有日常休闲气的穿搭 怎么样 这个描述没有很错错吧 搭配一个小小的腋下包 感觉整个人更加的优雅有气质 外套就是男主女主初吻 那一件 这个羊羔毛短大衣真的太太太太太太太舒服了 就超级软弱 和牛仔裤搭配在一起 也是随意中又带着一点点的小湿毛 那么第一套第二套第三套第四套 你最喜欢哪一套呢 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你还喜欢我还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了一键三连 还有关注我 我的频道以后还会分享更多有意思的穿搭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吧 拜拜 BYE